前立委王拓 昨日惊传因心肌梗塞 并逝于星光医院享受72岁 总统蔡英文在脸书发文悼念王拓 是台湾最重要的乡土文学与民主运动前辈之一 他为台湾不断努力的精神 永远是我们引以跟随的典范 立委段一康在脸书哀悼 一位民主运动的前辈走了 这样的人再也没有了 王拓原名王宏九 金融人是台湾乡土文学作家 曾连任四任立法委员 前文件会主委 民进党秘书长 王拓的好友洪其昌哽咽说 我想我金融人觉得非常温馨 我觉得他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 在政界里面他是非常耿直 而且他是非常的负责 事情讲到他身上 他几乎是全力以赴任他完成 承认王拓助理的民进党立委蔡世英说 王拓是他永远的老师 老板对他的离开相当难过 他其实对社会改革有浪漫的理想性格 非常的浓厚 也因此他不会妥协 王拓委员的离去 是我们台湾民主政治 基隆的整个民主政治发展 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连一项延迟犀利的蔡正元都赞美王拓 他的委员啊 君子风范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欣赏 他的辞世呢 我们非常的惋惜 所以我个人也总是代表国民党 向王拓先生的辞职 表达不舍 表达敬意 表达惋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